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運動Playbar 我是陳傑勝 2014年對於許多足球迷來說一定是相當興奮的一年 因為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在巴西舉辦 那麼在我們台灣國內其實也有非常多基層的足球隊 對於這項運動有極度的熱愛 第一段的節目我們就帶您來到是台灣的後山花蓮 來看看兩支台灣國中足球隊的故事 跳高一點 那個誰 提友你要高一點 往上跳 五月份涼爽的清晨 在花蓮有群小孩很不平凡 在這個許多人才剛剛準備離開夢鄉的清晨六點半 大家早已經熱開身體 開始揮灑汗水 這一群足球隊的小孩來自花蓮的美倫國中 剛開始成立是民國83年 然後由陳義雄成主任 他首先開始從一些行為比較偏差的一些學生 然後由他們開始一直結束到現在 如果是我們學校 它是品性第一 血液第二 足球第三 為了不讓偏鄉地區的小孩在人生最重要的時期迷路 美倫國中足球隊 民國83年成立開始 到現在已經過了21年 來 夠 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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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奏 把它做快一點 球隊悠久的歷史 每年總會吸引許多懷抱足球夢的 小孩前來報考 這一屆國一共有15名隊員 由陳春智教練帶領 這一天的早餐菜單是基本動作 協調性 還有訓練平衡的肌肉小核心運動 低年級的學弟們每個都不敢懈怠 一步一步聽從教練指示 而在操場的另外一頭 學長們也有自己的菜單 雙腳靈活地在格子內外踩跳 國二的同學這一屆共有22人 有吳小穎教練在一旁監督 做的是協調性還有伸轉的加強 由於三個年級各有一支隊伍 扣除掉拍攝時已經準備畢業 沒有練習的國三 三支足球隊其實每天就會輪流 在不同的場地進行訓練 早上6點半到7點20乘操結束後 接下來就是下午3點下課後 到傍晚5點半的時間 三個年級還是會按表操課 每輪就這樣收留四面八方 來自後山的小孩 日復一日逐漸建立起國內足球 常勝軍的封號 這一點從休息室旁多到數不清的 國內外杯賽獎杯 就可以看出端倪 今年的TYL 就是最後的總決賽拿到冠軍 就是今年的三年級 然後這個是這三個 就是我們這次的那個教育部的足球聯賽 然後三連霸 他為什麼成績會這麼好 可能都是原住民嘛 然後部落凝聚力強 我小踢足球 踢一踢培養一些興趣 所以足球還不錯 那個考進來的時候 感覺是心情是這樣 滿開心的 就國內青少年足球的成績來看 這幾年優勢的代表隊 往往都是以每輪國中作為班底 能夠考進同年齡最高水準的球隊 對於球員來說是一種原貌 而對於學校來說 不僅是優良基因的延續 更大的鼓勵就是外界看待校方 發展足球的另一種肯定 換個場景 從花蓮市北方的美輪 來到南方吉安鄉的華人國中 這裡也有一群足球孩子 別人要進攻的時候去箭頭 然後要進攻 他會做很多假動作 然後會緊張 然後喜歡那個緊張跟壓迫感 就像美輪國中一樣 華人的同學也熱愛這項運動 儘管比起美輪足球隊的大陣仗 他們三個年級加起來 才可以組成一隊 不過從88年開始 校方首度接收華人國小足球隊後 到了90年一度中斷 直到96年成立體育班 足球隊才再度復活 華人也在伊成佑教練的帶領下 越來越有規模 成立體育班那一年 他們也得到全國青少年盃第二名 在後續的過程當中 我們最好曾經是有得到全國中等學校聯賽 也是第二名 一邊盯著球員的練習情況 一邊注意手中的馬表 從87年開始的指教生涯 先後擔任過四支球隊的主帥 伊教練在每一次的練習 都精密地監督著球員的情況 因為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比從小灌輸確實的 基本功和觀念來得重要 訓練菜單部分的話 以我個人的想法是說 因為他們在生理期 現在還不是發展得很完整 所以說我比較注重的是 在於個人的技巧跟觀念 然後鐵輪上的部分的話 就是以比賽期來做調整 拍攝這一天剛好天空不作美 小小的穿堂就是26人遮風避雨的練習場地 由於經費的缺乏 化人並沒有室內體育館 讓足球隊有得遇風槓 不過球員並沒有太多的抱怨 努力的磨合成為一支訓練有素的隊伍 這樣的精神不管是教練和校長 也都看在眼裡 因為他們的那個過程當中是非常用心的 所以呢我覺得慢慢我們也看到說 其實我們的孩子的那種成長 當初我接受到這一批小朋友 說在是真的在各方面都是不被看好 那我們共同努力這樣的三年 看到今年他們的成績 一直往上這樣子提升 包含他自己本身在小孩子在規矩上 甚至對自己的未來有規劃 看到這一點就是蠻開心的 或許吧 兩間學校在訓練的環境上 有後天上的一些差距 但是沒有距離的是各自的校方和教練們 對於這一群後山小孩的照顧 還有足球員們寄託在足球上不變的初衷 支持他們走過人生的關鍵時刻 歡迎回到運動playbar的現場 那麼在第一段的節目我們給您介紹了 華人國中和美人國中兩所國中足球隊的故事後 而其實這兩隊的小朋友 在今年還有一個共同目標 就是他們希望可以代表台灣參加在八月份 舉行的四國聯賽 因此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的下午 他們都會來到美人國中進行集訓 俐落的上門要證明自己也有兩下子 眼前周圍戴著眼鏡有點書卷氣息的先生 叫做搖人公 是個知名的燈光設計師 卻因為難忘兒時的踢球樂趣 推動了協助偏鄉地區發展的三三足球聯盟 同時也是八月份舉辦四國聯賽的幕後推手 我一年辦四屆很多人不知道 通常一個聯賽很多人是一年辦一屆 那台灣的國中的小孩子很可憐 因為打球的那個能比賽的機會很少 所以我就建議這一點我一年辦四次 那我們請的對手都是最強的日本的冠軍隊 韓國冠軍隊大陸的前五名的隊 他們的培訓隊 那個都是非常實力跟歐洲是一樣 首度舉辦的四國聯賽這一回邀請了 包含韓國的普頂鋼鐵人 日本的普和紅鑽 還有大陸的上海身心 這三支隊伍不僅在自己的國家是常勝軍 在亞洲也是赫赫有名的強權 而為了和他們的培訓隊交流 也要先生突發奇想 決定將國內傳統強權美倫 還有勇奪第一屆三三足球聯賽冠軍的華人 結合成一支代表台灣的隊伍 再找來兩位英國教練 希望帶給孩子們不同的刺激 自從接觸他們以後 因緣際會剛好碰到了英國教練 Juden跟Dan 他們來跟我聊上以後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給這些原住民的孩子 有一個不一樣的教練方式 其實他們本身的教練都教得很好 都教得很好 用自己的方法教得很好 我想給他一套英國超級聯賽的職業隊的 教練訓練方式加進去 那或許他們可以更好 那或許他們可以更好 所以我們要揭曉一下 我們要揭曉一下 為了學習善用腦力激盪 英國教練的菜單也比著不一樣 在這段16週培訓的過程裡 大部分的時間都選在室內 用像是聊天的方式搭配著白板和問答 同時要求小球員們請做筆記 因為一個與眾不同的足球員 一定要把觀念單純的先刻在腦海裡 邏輯思考成為附加價值 最後讓人驚喜又不同以往的本能反應 也自然可以誕生 在Judan教練眼中 這群小孩已經有了基本的足球技能 但是由於東西方文化不同 缺少了自我思考的能力 暗表操課沒有問題 卻比較少反應自己的想法 這一點看在來台十年 以往都在台北MFA 該指導青少年足球的丹尼爾教練眼中 也有同感 在台灣的目標是在裸彈的想法 在裸彈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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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能做得到的 在裸彈的想法 而在英國 在英國 在裸彈的想法 在裸彈的想法 就希望我們可以專注在那球上面 不要想別的事情 然後也去跟隊友配合 讓溝通 因為不會讓傳給我 然後誤會這樣 像這樣規則類似足球 一對固定進攻 一對固定防守的比賽 不僅可以藉由大家在場上的喊聲 加深了彼此的默契 也伸直了跑位的觀念 在整體上來講的話 我們 我比較個人 比較主要是個人的動作 然後再延伸到觀念上的問題 那兩位英國教練 他是從遊戲當中 就再去延伸到說很多的觀念 包含說再從遊戲當中 去要求選手說 再專注 注意力 然後去觀察 原本在學校 就已經有學校教練的細心指導 現在又多了外國文化的訓練方式 對於這些小球員來說 是多麼幸運的一段過程 而除此之外 英國教練也針對球員們 飲食做出了要求 早上的成操結束後 一般的球員可以吃到蛋餅 茶葉蛋和豆漿 不過培訓隊的球員 早餐只能吃到清淡的麥片粥 搭配著果汁 水煮蛋和水果 而到了晚餐時間呢 結果經過一整天 又是上課又是練球 好不容易聽到一句吃飯了 大家迫不及待地拿起餐盒 但是仔細一看 吃的是白飯 沒有佐料的魚 還有生菜 嚴格控制糖分和鹽分的攝取 這一點確實讓這些 還處在發育期的球員 各個面有難色 不過英國教練很堅持 一天三餐都必須比照辦理 因為只有在這個階段 能夠改善體質 減少不必要的負擔 對球員未來的身體發展 才會有意無害 ление代品體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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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感 健分為一個人購誦 一番名字 你都在什麼吃 強了一個名字 diğer例子 有關鍵實には 具影響 ahren 能力 车身车的2个目标 kick 多元的训练模式搭配体质改善的辅助 英国教练认为这样的条件 不单只是用来训练足球员 也适用于许多运动员 而这些武器都有后 还有一项发自内心的潜能必须激发 其实听起来非常简单 却很不容易做到 就是专注 如果他们明白怎么办 我做了一项是指向他们的正方向 如果他们没有做到正方向 他们不会成功 而是一项目的最重要的问题 他们必须要明白 因为一种小错误 可以让他们失去一场比赛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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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所以, focus必须要是 一项目的在他们的心理 請坐 又一場不同風貌的足球饗宴 歡迎回到這一節節目的現場 那麼足球在國際上來講 可以說是最多人喜愛的運動之一 不過來到了台灣呢 相對來講 喜愛他的人和關注的程度 就沒有那麼高了 而這樣的情況 也往往會導致這項運動 在台灣發展遇到了瓶頸 要解決它才會有更好的光明未來 就看我們這一段的節目內容 職棒球星一半把球撈出拳來打牆 現場的球迷各個陷入瘋狂 這是台灣的棒球比賽現場 儘管遭受到多次的假球案影響 但是只要國際賽有加做 球迷不吝嗇捧場 票房動輒破萬 同樣的情況籃球場上也發生 超級籃球聯賽儘管近幾年 票房有下滑的趨勢 但是到了關鍵比賽 體育館還是人山人海 同樣都是球類運動 但是在兩千三百萬人的台灣 足球員卻少了些什麼 第一個沒有誘因吧 因為踢球踢那麼久了 那頂多到大學 畢業之後 還是面臨一個工作的問題 那台灣用了所謂的職業球隊 那現在只有台電跟大頭 那當然不是每個人可以擠得進去 這兩個球隊裡面 那除非你比別人優秀才有辦法 缺少了聯賽和球隊的誘因 球員一路踢下去 走到哪裡不確定 所以當我們聊起未來 答案不外乎 有可能有緣都會去做教練 對啊 他怎麼沒想過自己當選手 自己當選手 因為台灣踢球球裡面說很發展 但是當中聽到全國不錯的成績 有想要繼續跳嗎 有啊 有是有想過啊 然後是怕家庭的那個狀況 足球運動需要團隊練習 沒了舞台 發展理所當然遇到瓶頸 瓶頸延續到成績的影響 最後自然變成爹不疼 娘不愛的足球沙漠 在不被重視的惡性循環下 相關單位對於學生基層運動發展 特別是在偏鄉地區也就不足 這些球員從小都看在眼裡 像是美倫國中 一年獲得工部門的補助是380萬 這經費除了要養活三個年級的體育班 還包含了場地設備保養 而學校三支足球隊都超過60人 生活和練習的環境有些課難 這樣的情形在人數更少 地處更偏遠的畫人看得更是清楚 那原則上我們這邊還是先給住宿的使用 然後棒球隊他們那邊的話就是 早上撐超完他們也可以使用 小小的淋浴間組有6個隔間 每天要消化畫人足球隊26個人使用 這還不包含棒球隊的球員 加上濕氣的影響 門把旁的木板早已經腐蝕 而熱水來自電熱器 每個人洗澡時間控制在3分鐘分秒地震 至於地上的排水系統老舊 修繕前淹水也是家常便飯 洗澡環境不佳 練完球後回到宿舍一樣有不少的改善空間 這間約40坪左右的房間 就是足球隊每天睡覺的地方 包含五位棒球隊的球員在內 31人就這樣過著集中管理的生活 你們自己衣服都放在裡面 置物櫃的數量有限 不是所有的衣服都能掛進來 碰到下雨的天氣 有些球員就只能像這樣 在床的旁邊或批或掛 能利用的空間都不浪費 而抬頭看看 發現濕氣也侵蝕到了隔板 東缺一塊西缺一角 這就是陪伴球員們入眠的天空 我們台灣的足球差別是在於 政府沒有很積極去做推動 我們 反觀我們看 我們四周圍 從香港 新加坡 大陸 韓國 日本 這幾個國家的足球運動 都已經在超越我們 那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沒有辦法去跟他們做個競爭 根據FIFA所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 與台灣臨近的日本 積分是626分 世界排名第46 在亞洲僅次於積分641分的伊朗 而至於韓國以547分名列在亞洲第三 而台灣呢積分只有78分 在世界排名的207個國家當中 僅排名在第176名 亞洲排名第37 比馬來西亞和香港還來得低 對比馬來的 對比馬來的 和國際人們的小孩 與英國的小孩 與英國的小孩 與其他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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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大分別 在於是 各種的小技術 由於從小孩 所持有的小技術 因此 所以 這小技術 他們有非常非常好 他們有很高 他們有很高級的球 一切让人惊呼的长距离射门 台湾的足球孩子技巧不输外国 却只能忍受足球沙漠的矮化 即使有热爱足球的人士 乃至企业出面赞助和举办比赛 希望可以成为球员努力的动力 也都显得有些吃力 我也觉得应该在100名之内 我们不敢讲说我们应该在20名之内 这个吹牛 说什么要替世界杯 那个都是吹牛 那个都是政客在乱讲 可是台湾应该在100名之内是毫无问题 为什么我们现在差了六七十名 那我觉得我们的相关单位应该要检讨 我们孩子好好的 在14岁15岁替成这么好 而且我们可能出去都得过很多冠决 为什么一到成人都变成倒数 在远离成宵的草地上 有一群热爱足球的小孩 自信地找到学业以外的寄托 脚底下的球 还有一旁细心的教练 将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精华的球学阶段 但是最后 他们都必须来到十字路口 在这之前 他们不奢望能够有豪华的练习环境和宿舍 但是至少有足够保养和维护的心力 不摊球马上就有一个够规模 像是棒球或是篮球的联赛 但是至少在未来 能够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节目内容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也希望台湾的足球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那么想要了解更多的体坛动态 都请您持续锁定运动Play Bar的节目 我是陈杰胜 谢谢您的收看 拜拜 by bwd6 by bwd6